今天我们这个豪平他很用心 他去尿里球签了 球签 他球了这个1到5号的签呢 其中有一个是得金钟 要来祝你好运的 四四如意 四号 确定吗 不换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扫来 讲的是 甘国城 一字甘金 诚哥呢 被一字千金的节目组 封为是超级刷题王 大家都很好奇 说在这个嘻嘻哈哈的外表之下 到底这个满腹诗书是怎么累积的 从大概我念小学开始 我就喜欢国语 到了国中之后呢 喜欢书法 到后来喜欢中文 那么多奇妙的一个变化 我对文字从小就有 这是你跟他的缘分嘛 那我们的文字那么多的变化 我就越来越研究 越来越有兴趣 所以一直以来 当然我又喜欢演戏 是 很正常就喜欢文字啦 对不对 诚哥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这个豪平 他很用心 他去尿里球签了 球签 他球了这个1到5号的签呢 其中有一个是得金钟 要来祝你好运的 你现在就来猜猜看 来1到5号选一个 请选择 四季平安 四四如一 4号 确定吗 不换吗 确定吗 你真的确定吗 那怎么办呢 好啊 不换了 不能换 不要换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你少来 第五十八届 金钟奖 一字及时镜节目 主持人奖 得奖的是 张国成 一字千金 深厚的主持功力 使现场气氛 穿梭于紧张 幽默 乐于学习 恍然大悟的流动中 经由主持人的带动 文字之美超越千金 更加生活化 让一字节目 牵具娱乐与教育 恭喜一字千金 恭喜 陈陈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好意思 同组的朋友 sorry 这个节目九年了 很高兴 谢谢公共电视 给了一个这么好的 优质节目的平台 让这节目顺理成章 成为一个优质节目 然后也因为自音自行 真的是一个 颇有 颇麻烦去喜欢他 去理解他 去爱上他的一个 九年耶 九年国教多难啊 九年 孩子都多大了 九年下来 这个节目伴随了 很多人成长 很高兴 全能制作公司 谢谢王军 王制作 也谢谢我们现在的朱莉 给了这节目 很多很多的活力 让一个学习文字 这么枯燥的事情 变得有趣 那也谢谢他在我很喜欢研究文字的同时 利用文字跟所有人交朋友 文字是暗头山水 我很喜欢文字里面的世界 喜欢文字所营造出来的感受 在我们节目里面 你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在节目里面写字 有些人写的工整俊秀 有些人写的真的是耐人寻味 但是大家都想把字写好 我希望这节目能够继续伴随着许多人 让大家觉得写字原来是一件 很有灵魂的事情 谢谢我家人的支持 再次的感谢大家 谢谢